鄉原維邊境管制站 是首個採用人車直達設計的邊境管制站 在設計上 估算每天可以處理大約3萬人次 自從去年2月開通了客運通關服務之後 一直是深受市民的歡迎 今年自至9月 這個管制站的日軍出入境人次 為大約7萬人次 而週末和假日期間 日軍的出入境人次是超過8萬人次 為了進一步提升通關能力 入境事務處已經在這個管制站的入境大堂 是增設額外10個的流動櫃位 並在今年6月初完成了改善工程 將部分傳統的櫃檯改建為醫道 令入境大堂的醫道由原來的14個增加到18個 海關也一直採用風險管理的方法 對被簡磚的旅客進行檢查 盡量避免對其他過境旅客造成不便 管制站在平日非高峰的時段 市民可以在幾分鐘內過關 而在週末和節日高峰時期 市民大部分時間都可以在15分鐘內過關 自從管制站在去年2月提供客運通關服務以來 只錄得四次在長假期的期間 市民平均等候的時間是多於15分鐘的情況 即使如此,平均等候的時間仍然都是不超過30分鐘 鄉原圍邊境觀制站的非禁區範圍內 設有兩個收費的公眾停車場 由政府產業署透過承辦商負責營運 一共提供415個私家車的泊車位 36個電單車的泊車位 以及15個客貨車的泊車位 產業署正是優化公眾停車場的網上預約系統 網上預約系統目前只是接受市民 在兩個小時前進行預約 產業署計劃將時間縮短到半小時前 這個優化措施預計在今年年底 或者明年的年初是可以落實的